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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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新一期的节目 我是真纯 上周我们已经领略了塔斯玛尼亚那令人神往的美景 但对于吃货朋友们来说 上周的节目好像还少了点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要在塔斯玛尼亚接着逛一逛 塔斯玛尼亚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岛屿州 它和南极隔海相望 空气和水都无比纯净 当地的美食更让人吹咸 当地的奶酪非常有名 原料都取自于纯天然的牛羊乳 经过传统方法发酵后 每一块都刻上了出生日期 还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像艺术品一样被细心呵护着 相信你吃到它的时候 也能感受到制作者那份满满的诚意 还有喜欢吃牛排的朋友 来到塔斯玛尼亚你真的有福了 那里的牛排都取自于塔斯玛尼亚传统饲养的牛 纯天然 无激素 再经过经典的烤制手法 肉汁被紧紧的包裹 如果不提前预定的话 那要排很久的队才能吃得到 新鲜的原料让当地的美食一以生辉 让我们现在就出发 去开启这世界尽头的美食之旅吧 如果说全球有许多岛屿 都以无污染 纯净和原始淳朴著称 被评为2015年 全球十大最佳旅行地区的塔斯玛尼亚 当属其中的佼佼者 以其纯净优良的环境 和新鲜丰富的食材 享有自然食品储藏式的美誉 伴随着清新自然的海风 储藏式的大门正向你缓缓开启 跟着我们一起去领略 只属于塔斯玛尼亚的新鲜吧 如果你是一位美食爱好者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塔斯玛尼亚 遍地的新鲜食材 牛排 巧克力 生蚝和奶酪 可千万别带乱了自己的味蕾 塔式饕餐总攻略 这就带你一同尝遍全岛 我看空中的塔斯玛尼亚 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大自然主宰这一切 飞机在塔斯玛尼亚州第二大城市 朗塞斯顿降落 我们的美食之旅 就从北面出发 来到朗塞斯顿 就不得不提一家 生意火爆的牛排餐厅 什么 一个与南极隔海相望的岛上 吃个牛排还要预定 不预定的话就得排队 太难以置信了 这就是仅有17年历史 却闻名当地的黑牛餐厅 听说它很好地诠释了 塔斯玛尼亚天然饲养的牛 与传统手法制烤 做擦出的奇妙火花 这里的牛是用草味养的 饲料完全无添加人工激素 我们跟着大厨来到了厨房 他夹起一块腌制好的生牛肉 近距离观察就能看到 肉面呈现曼妙的大理石纹路 足足500克的牛排 恰当好处的火候 将牛排内的肉汁彻底释放 再通过高温紧紧锁住 瞬间整个厨房就充实了浓郁的香气 上桌之后你可以切一块 不蘸取任何酱汁 品尝原味牛排 用舌头近距离感受 塔斯玛尼亚草原的奔放与热情 也可以占取酱汁在口中咀嚼 配合当地原产的葡萄酒 恐怕用任何美味的形容词 也不能诠释这样的满足感了吧 这家餐厅恰好位于 朗塞斯顿城中的主干道 所以满足了胃 一出门就能写拼购物 如果钢桥朗塞斯顿 是你回国前最后一站的话 那就尽情购置一些雪地靴 绵羊油和蜂蜜等常见的澳洲特产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座 只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到处逛一逛 参观一下典雅的爱德华 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洋洋眼 接着从朗塞斯顿出发前往拉脱贝 途中可有比建筑更洋眼的东西 这些琳琅满目形状刻意的巧克力 看一眼就再也挪不开视线了 奥地利风格的加州市别墅中 巧克力酱被搅拌出诱人的形状 散发着浓浓的比利时风情 让人迫不及待想咬一口 这世界尽头的巧克力 这就是塔斯玛尼亚著名的味觉驿站 安维斯巧克力屋 二十年前比利时人伊格尔 将那里的巧克力工艺 带到了塔斯玛尼亚 巧克力是主要是由博弦的 瓦德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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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和乳酱 我们也使用塔斯玛尼亚 威士忌 所有的地方材料 伊格尔大叔热情地把我们带入了制作工坊内 一进门 这群可爱的白馒头成群结队 这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吗 正当我们好奇是什么的时候 他们已经被放上了机器 经过巧克力酱的洗礼 松露粉的加工之后 闪亮登场 切开之后 大叔调皮地向我们展示了它的弹性 自然 这白馒头可不是真的面粉哦 它叫做雪糕 它是用白馒头和蛋白 它在中心里很软 它是用巧克力的盆 和巧克力的盆 很甜 但也很酸 接着 经验丰富的伊格尔大叔 就用塔斯玛尼亚原产的食材 亲自动手做巧克力供我们观赏 强烈的视觉冲击 伴随生产车间内浓浓的巧克力味 味蕾瞬间就被打开了 走进商店内 任何一款美味都可供顾客试吃品尝 秘露可可粉与塔斯玛尼亚食材 走出一举举甜蜜曼妙的交响乐 要品尝这份可可粉的独特 来尝尝这家店的招牌 黑巧克力四号吧 片尝尝 它是非常尊重的,它是最尊重的,它是最尊重的,因為它是很高的高度 所以它是在1000m高度的高度,而且它是沒有層次,所以它沒有層次的層次 它是非常,非常 complex的巧克力,但是不是很過敏的,不是很過敏 它不是很甜蜜的巧克力,它是非常不同的巧克力,仍然很酷 吃完巧克力之後,可以去博物館感受下巧克力文化 當然,集聚生意頭腦的伊格爾大叔還在附近開出了延展生意的咖啡館 選一款蛋糕,點上一杯咖啡,來一場與海水相伴的下午茶 在這片純淨的水域中,感受巧克力的甜蜜與溫馨 吃了牛排與巧克力,是不是感覺體內充斥著高熱量、高脂肪 沒關係,一起去運動一下消消食 位於塔斯瑪尼亞東海岸的費瑟涅國家公園,可是小有名氣的徒步勝地哦 從朗塞斯頓向南出發,路程不到200公里,大約兩個半小時的車程即可抵達 到達費瑟涅國家公園之後的每一眼都是宜人的景色 徐徐海風拍打著乾燥的安樹林 隨處可見粉色的花糕岩石 湊近一看,上面還長著顏色獨特的苔藓 尤其是在這塊石上,你能看到綠色的苔藓 然後往往往往,你能看到綠色的苔藓 這些雷山傍水,天氣晴朗,仿佛能夠聽見天上急遲而過的雲帶動的風聲 而這裡也成了徒步愛好者的聚集地 十多條很棒的徒步路線可供遊客選擇 其中,酒杯灣最為熱門 波光涟漪 浪吻白沙 远远看去犹如倒扣的美酒杯 耸立在孤独的海岸上 只看一眼就已经微醺了 抵达酒杯湾的入口处 需要先在登记亭签名登记 地图上清晰地标明了行走路线和所需时间 以及露营扎寨的指定地点 如有意外以便有据可查 不少深杯行囊绳索的登山爱好者 在信息版前驻足停留 更有不少白发苍苍的年长者勇敢挑战 路两边茂密的丛林伴随着海风拂面 让徒步并不太热 走累了在海边吹吹风 显布白色沙滩 倚靠岩石峭壁 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海湾和沙滩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当然 激励徒步前行的另一大动力自然离不开美食 一边欣赏海滩风光 一边品味海鲜大餐 更难能可贵的是 新鲜食材配合中式烹饪手法 络一不绝地吸引着大量中国游客 这就是坐落在海滩边的沸色念海鲜农场 虽然环境看起来貌似有些简陋 食材全部单天捕捞 即开即食 他们的做法可不只有刺身和白酌 辣椒清口碑 生姜灼生蚝等特色烹制菜品 使得前来品尝的游客络绎不绝 在诸多海鲜珍品中 许多人对生蚝情有独钟 它可以最直接地让你感受到海水咸鲜的矿物香气 想要肆意品味生蚝的美妙 赶紧跟着我们的脚步继续前行 位于塔斯玛尼亚东南沿海的布尼岛 它离市区不远 所以建议从霍巴特市中心出发 向南行驶25分钟到达凯特林 之后搭乘20分钟轮渡 当成群结队的海狗引入眼帘 布尼岛就到了 布尼岛的生蚝 小个头有大味道 还能像小笼包一样现蒸现吃 不尝一口 你可就白来一趟咯 这里的海水低温清冷 干净无污染 因此生蚝外表娇小 可表平滑 纹理归正 在长竹本尼特16岁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就在岛上创业买卖生蚝 可别小看着生蚝养殖 里面可是大有学问呢 这一大落一大落的生蚝 可怎么分辨呢 别着急 本尼特可有个给力的帮手 那就是这个庞然大物 电子生蚝检测器 本尼特从仪器检测出的优质生蚝中挑选出了一个 当场撬开之后 壳中体液混合着新鲜的海水 肥厚的蚝肉静静地烫着 这画面太美妙了 新鲜优质的生蚝 运送向墨尔本和悉尼一些最好的餐厅 吃的时候最好什么都不加 将所有壳中汁水全数吞下 这才是布尼岛生蚝的精髓所在 如果担心生食太腻腥味过重 这里还供应着烤炸炸煙熏酒浸水煮等多种烹饪方式 还有模仿粤菜的做法 专供东方人口味的现蒸现吃 辣椒通过蒸汽的翻腾渗入蚝肉 与壳中汁水完美交融 本土口味与海水冰鲜的结合 让人忍不住吃完一笼再来一笼 旅行者节目正带你在塔斯玛尼亚唱吃 如果牛排的丰厚多汁 巧克力的甜美诱惑 海鲜快餐的兵分多样 还不够挑逗你的味蕾 更多美味等着你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旅行者节目 我们在塔斯玛尼亚品尝了牛排和巧克力 徒步酒杯弯之后又饱餐了一顿海鲜 美食之旅再次出发 吹着布尼岛的海风 自然无污染的空气 瞬间让你忘却生活的压力与烦恼 布尼岛的奶酪有多醇厚 走进岛上著名的工厂 一阵阵诱人的奶香扑壁而来 你就知道了 虽然不是每一个亚洲人都有食用奶酪的习惯 但你一定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心头所好 跟着我们全副武装去奶酪加工车间一起看看吧 天然纯正的牛羊乳安静地被搅拌 伴随着响彻车间的交响乐 称这些奶酪工人是艺术家也不为过 工作人员得意地捞起一块最初的奶酪圆形向我们展示 这制作工艺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豆腐呢 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 成型的新鲜奶酪胚 像艺术品一样被乖乖地刻上生产日期 根据不同的制作工艺被命名之后 排列整齐地放置在发酵室中 所以它开始很浓 所以你需要把它转移 让它涮到最后一旁 然后最后这个奶酪 这个是叫做奶酪 它开始变化 它开始涮到很硬 像石头一样坚硬吗 用这把特殊的工具 用力挖一块 闻一闻 尝一口 貌似味道不错 赶紧为你奉上期待已久的试吃环节 首先台思为我们奉上的第一款奶酪 名叫汤姆 因为发酵时间短 所以吃起来松软又湿滑 那么发酵时间长 口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就来试试这一款七个月大的奶酪吧 只有布尼岛的这家奶酪工厂 才做得出名叫生鲜奶C2 所以我一位最喜欢的奶酪的奶酪是 烤牛奶C2 一点点甜 有点香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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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这款 因为味道比较简单 不太重 蛮清淡的 如果你是重口味 不妨去挑战一下这两块 首先 切一块一七九二试试看 怎么一个奶酪 要叫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呢 因为那是布尼岛发生了 那么你愿意尝试1792年吗 是的 我会告诉你 因为它是比较强 我会给你尝试一个小块 能够被以年份命名 可能它是代表了布尼岛上 奶酪最纯正的原味 所以才由此殊荣吧 接下来尝尝这款 穿着外衣的奶酪吧 怎么奶味之外 还有一股浓浓的酒味呢 原来它一开始的制作工艺 和1792也差不多 但是收尾阶段 却独具一格 红酒沐浴全身之后 让它更显尊贵 入口后 酒香与奶味激情碰撞 简直就像沉醉在这座小岛上 工艺与年份的不同 造就了口味大香进亭的奶酪 来这里尽情享受 店家供应的免费试吃吧 你可以在商店选购 中意的那一款 或者点一份奶酪拼盘配啤酒 在海风中感受 塔斯玛尼亚新鲜食材的 完美演绎 和当地人用心用情的 制作工艺 塔斯玛尼亚的美味 不止在舌尖 更是它的一种状态 一种对美食 自然 生活的态度 这种美要去亲身体会 用心去感悟 不走一趟 又怎么能真正懂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 回顾一下 塔式滔天 在翻牌率极高的黑牛餐厅 享用一顿牛排大餐 参观巧克力工厂 品味比利时工艺 与塔斯玛尼亚鲜爱的 水乳交融 在布尼岛上 唱吃新鲜美味的 太平洋生蚝 去塔斯玛尼亚唱吃 你的胃准备好了吗 塔斯玛尼亚的新鲜美味 让人看后 有一种说走就走的冲动 下面我要和你分享一些 在那里品尝美食的旅游小知识 如果对奶酪意欲未尽 那咱们可以买一些散装的 在旅途中当作零食来吃 但为了保证食物的新鲜 也还是需要尽快食用完毕的 那如果你想带一些奶酪回国 和亲朋好友们分享的话 建议你还是选择常温真空包装的 因为这样不仅便于携带 而且保存的时间也很持久 到了晚上当你游玩一天回来 如果想在当地打包一些生蚝回酒店 你可以选择那种还没有开壳的 因为它在七摄十度以下的环境中 最长可以保存七天 那同时商家也会为咱们准备好冰块 方便咱们携带 在塔斯玛尼亚你不仅可以敬享美食之旅 当地的自然风貌也非常值得我们一看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问答环节 隔空去感受一下那来自异域的奇幻美景 塔斯玛尼亚岛 塔斯玛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的南面 是澳大利亚六个州中最大的一个岛州 也是唯一一个人们用几天就可以转一圈的州 塔斯玛尼亚岛由三百多个小岛组成 正因为塔斯玛尼亚岛没有和澳大利亚大陆相连 所以发展的会比较慢 也因此保留了很多原始的风貌 之所以说这里的风貌比较原始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地的保护措施比较到位 塔斯玛尼亚首府霍巴特的机场 堪称迷离型机场 到目前为止只允许国内航班进出 但不可以携带新鲜的水果和鱼类进入 否则会被没收或处罚 塔州是澳大利亚山脉最多的一个州 大约有40%都已经正式列为了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和世界自然遗产 因此我们也说那里是大自然在主宰着一切 看完节目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你 是不是已经开始向往自然了呢 本期的问题是 澳大利亚最大的岛宇州是哪里呢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后台留言进行回答 我们会随机抽取五位回答正确的幸运观众 为你寄出精美礼品 当然如果你对塔斯玛尼亚还存在疑问 或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好的建议 也同样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在后台留言与我互动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旅行着享受着 如果你也热爱旅行 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 郑纯依然在思路卫视与你相约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夏天星 我叫王永瑞 大家好 我是曾格格 大家好 我是冯小全 大家好 我是演员主持人阿威 我是吴欢 大家好 我是侯耀华 走私路 看世界 走私路 看世界 走私路 看世界 欢迎收看私路卫视 私路卫视 收视藏红 我愿意为私路电视谷以夫 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私路卫视 私路卫视 欢迎您 请收看私路卫视 请收看私路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